老杨可以说 那么我们这期来补一补历史的课 这个是梁树民跟毛泽东之间的关系互动 我想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 我一个归纳和总结的思考 叫统治者 不管他姓毛还是姓蒋还是姓什么 他从来是不会有哑量的 我们都知道梁树民是民国大卢 文化思想界 而且对中国农村问题有自己的一些直接的实践 梁树民跟毛泽东同岁 他们1918年两个人在北京就认识了 在杨开会的父亲 也就是杨昌记家认识的 都是湖南老乡 当时的梁树民是北大哲学系的讲师 而毛泽东那个时候是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 到了20年之后到1938年的1月 梁树民就到了延安去访问 访问了21天 这21天跟毛泽东多次交谈 而且两次通宵打蛋 为中国问题 农村问题 什么问题 那个时候毛泽东跟他坐在一起 翘着恶狼腿 边聊天边抓狮子 这个是非常的亲近 有一张这样的历史照片 可以证明当时两个人的关系 还是比较亲密的 梁树民那个时候呢 就感觉对毛泽东的政治家的风貌和企图是终身难忘 然后在那个时候跟毛泽东坦率的交换了对中国前途命运的看法 而且呢 对实际的看法 对抗战前途看法呢 梁树民是悲观的 毛泽东呢 给他的定论是乐观的 认为日本必败 中国必胜 那么聊到最后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啊 那么这里面呢 到了内战爆发 到了解放战争 梁树民先生才知道 毛泽东的遇见 就比他要高明的多 那么49年之后啊 梁树民呢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请之下 到了北京 从重庆到了北京 当上了一名全国政协委员 当然要给他安排一个比较好的住所 好了 这个老人家 那个时候也不太老 当然有点呢 自赐自己跟毛泽东熟悉 可以直言快语 53年的9月8号到18号 那就是杨锦林出生的那几天 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上 梁树民公然在会上的顶撞毛泽东 就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这以后呢 他从毛泽东的好朋友 变成了反面教材 几十年的交往 马上进入了冷冻期 9月11号啊 梁树民的发言呢 就点燃了毛泽东批评他的刀火线 他重点谈的是农民问题 认为工人生活改善很快 农民生活很苦 所以呢 农民呢 搞忙留到城里来 能城里来 又农不下他们 又把农民赶回去 他认为呢 工人生活在九天 农民生活在九地 在九天九地 就引起毛泽东的这么一个不满 毛泽东第二天的针锋相对的说了 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 认为农民生活太苦 要求照顾农民 这个来讲 他认为这是搬门弄斧啊 好像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 还不了解农民 真是笑话 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 工人农民的根本历史一致的 这个基础不容分裂 不容破坏 毛泽东啊 这个时候上纲上线了 梁树民如果装傻 那个时候就不说话 这个事就过去了 但是梁树民呢 是胡兰女子 性格刚烈 不甘蒙驱 好强逞能 历来如此啊 他谁都看不起的 那毛泽东没办法 他是主席啊 他听了毛泽东这个话和扑服气 就在会上给毛泽东写信 13号 当场给毛泽东递信 毛泽东当晚来聊天 我们在聊沟通 时间呢 仓促没有谈透 误解没有消除 这梁树民呢 一门心思要跟毛泽东呢 较劲 所以呢 要求再发言 所以呢就是16号 他被允许发言 再三表示自己没有反对董路线 但是呢 周恩来 何湘宁 在第二天的发言 就站在毛泽东立场上去批评 梁树民 梁树民要求发言作答 18号 刚刚要发言呢 台底下的这些 党国元老啊 各种各一家人士 就把他轰下台 打断他 毛泽东也在场 梁树民就沉着去 盯着毛泽东说 我问毛泽东 有没有这个哑量 听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讲清楚 你说误会了我 我没有恶意 这就是呢 我了解了哑量 毛泽东说 大概不会有 毛泽东 当面呢 就说大概不会有 梁树民说 主席你要有这个哑量 我会更加敬重你 如果你没有这个哑量 我会失掉对你的尊敬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这个话题 他说我只有一个哑量 就是你的政协委员 还是可以继续当下去 那你继续当政协委员 是要当活教材的作用 梁树民牛静十足啊 当场就顶撞回去 当不当政协委员 那是另外一回事 毛泽东火了 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你自己说的 梁树民说 共产党是讲批评和自我批评 我今天就是要试一试 你这个批评 以自我批评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毛泽东说 对你这样的人 不是自我批评 就是要批评 毛泽东好 再给你十分钟发言 梁树民啊 不劳啊 依旧是不屈服 我有很多话要说 十分钟怎么够 我希望你给我公平的待遇 毛泽东说啊 梁先生啊 不让你讲长话 你说我没有哑量 可大家都不让你讲 难道说大家都没有哑量吗 不给你充分的时间讲话 你又说不公平 现在大家又不赞成你讲话 那是什么公平吗 你看怎么办 梁树民啊 还是 脖子硬啊 强硬的很 听主席吩咐 有人提出表决 毛泽东带头赞同梁树民讲话 但多数人反对 所以梁树民只能走下台 毛泽东呢 后来就给梁树民这个问题定调 虽然反动 但不算反革命 要批判 但要给出路 还多少 还有点看看老朋友的旧情 他对张生甫啊 对其张希洛可不是这样的 下手可狠 梁树民呢 后来就跟全国政协调 我不参加任何活动会议 我要自己要读书 要学习 要闭门思过 后来他发现糟糕了 闯祸了 这毛泽东不是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啊 他是一国之尊啊 定义一尊之后的毛泽东啊 他9月22号开始呢 检讨自己 说自己至高至大 倔强精神啊 目空一切啊 那么不应该在大庭广众 跟毛泽东较劲啊 他应该怎么样了 应该接受大家的批判 这种当场跟毛泽东呢 较劲之后啊 他就失去了 单独跟毛泽东谈话的机会 两个人几十年交往 咔嚓到此结束 但是呢 真的 全国政协委员照当 工资待遇照发 一直等政协给他出婚 但是一直等就等不来 到了70年 梁树民呢 的政协工作呢 才恢复 继续提一件 这个老先生有意思 继续提一件 比如接班人的名字 不能写入宪法 当时那个万马齐焉的时候 就他敢这么说 宪法呢 个人名字不能写上 自己名字 如果他要活到今天呢 前两年的修宪呢 他可能也是另外一个黄顺兴 所以呢 批林批孔的时候 他批孔不立 批林不批孔 又被什么 他就是不检讨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 体肤不可夺制 我就是这个制 我坚信我 你怎么批都行 我这个制是没有办法夺掉了 这样呢 对这么一个倔老头 这个批判不了了之 74年9月 毛泽东有个批示 金无竹刺 人无完人 其实呢 梁树民跟周扬啊 这些都属于这一类的人 国庆会议上 没有他们出现 不合适 好了 梁树民就觉得 挺好 人无完人 是对的 凡人伟人都是实用的 你看呢 老头还是嘴硬 到了90岁了 就30年之后啊 梁树民呢 又反过来想想 这一段很感伤 他认为是自己态度不好 讲话不分场合 让毛泽东太为难 不应该伤感情 他认为自己不对 他认为呢 周恩来啊 何向盈说他一贯反动 没什么 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 在人格上 我不轻易怀疑人家 在见识上 不过是相信自己 他曾经呢 被司徒雷登 视之为中国的干地 那我想从这段故事啊 我有几点感受 读书人自视甚高 尤其是有学问的读书人 不是假的 狂娟 普遍性格 但是这种狂娟 又不是真诚 第二 读书人对政治 或者庙堂江湖的深不可测 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第三 进城之后 第一把手 都有自己的规则 但梁树民还以为 跟延安一样 可以随便说话 可以触及谈心 可以直言跨业 全然不知道 规矩都变了 毛泽东把当时的六个大区的 军政委员会的主席 就基本上六大帅 叫到北京来 劈头盖脸那段话 让刘伯承冷汗直冒 刘伯承是到了晚年 才提提这段往事的 所以 帝王思想 也还是很难避免 第四呢 一个很浅显的道理 无论什么党主政 这个党姓什么 统治者的思维逻辑里面 可能什么都有 但就是没有雅亮 这两个字 我想 现在也是这样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欢迎分享 欢迎订阅